孔庙自西汉以来,历代帝王不断给孔子加封嗜好,孔庙的规模也越来越大,虽经千百年的岁月,孔庙却能完好地保存下来。 1938年,屈腹沦陷,日军进入屈腹后,派兵把守孔庙,组织军官和士兵进行参拜。 直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止,屈腹三孔在日军占领时期没有受到任何破坏。 然而,孔庙的历史在1966年发生了巨大转折。 孔令仪为孔子第76代嫡孙,也是最后一代衍圣公。 小将们掘开了孔令仪,及其父亲孔祥科的坟墓,墓中共扒出了五具尸体。 孔祥科及妇人,孔令仪及其妻妾。 尸体刚出土时保存还很完整,但很快被小将们的铁锹戳烂,尸体便像撒了气的皮球般迅速地别下去。 五具遗体被暴尸,参观几天后焚烧扬灰。 当时身在台湾的孔令仪之子孔德成是孔子的第77代嫡长孙。 多年后,尽管大陆方面曾一再邀请孔德成访问,让孔家人来孔庙看看。 但直到2008年孔德成去世,至死都没有回到故土,回到孔庙。 对于深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孔德成来说,杂孔庙,挖孔坟是莫大的耻辱,一生难以忘记。